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 根据统计,在40-69岁的人当中 约7成有脂肪肝问题 脂肪肝是一种常见的肝脏疾病 其主要特征是肝脏中寄举了过多的脂肪 脂肪肝若不加以控制 会进展为肝硬化,出现腹水 上消化道出血,癌变等 给患者生命和健康带来严重威胁 饮食在脂肪肝的管理中 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尤其是一些水果和食物 会对脂肪肝患者产生不利影响 今天小编将跟大家分享几种 脂肪肝患者需要尽量避免食用的食物 1.高糖水果 水果虽然营养丰富 不过脂肪肝患者应该限制摄入高糖水果 高糖水果摄入后 血糖水平会迅速上升 然后迅速下降 这种血糖的波动可能对脂肪肝患者不利 因为它可能加重肝脏的负担 导致肝脏脂肪剂菊 建议脂肪肝患者选择低糖水果 如柑橘类水果、橙籽或柚子 番石柳、草莓、蜂盆子、蓝莓等 这些水果含有较少的糖分 对血糖的影响相对较小 含糖量极高的水果 有如榴莲、柿子、梨汁、龙眼、甘蔗、水蜜桃、芒果、菠萝蜜和梨汁等 这些水果脂肪肝患者一定要尽量避免食用 2.果汁 相对于整个水果 果汁缺乏纤维 纤维对于消化健康和稳定血糖水平非常重要 果汁含有大量的果糖 大量的糖分摄入可导致血糖升高 长期高血糖可能增加糖尿病的风险 高血糖水平会加重脂肪肝 促使肝脏更多的合成和储存脂肪 建议脂肪肝患者摄入整个水果 而非果汁 而且水果最好选择低升糖指数的 3.加工食品 加工肉如培根、火腿、热狗、香肠、腊肉、腌牛肉、肉肝和罐装肉品等 通常富含饱和脂肪 如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 高脂肪饮食可导致脂肪肝症状加重 因为它增加了肝脏处理和代谢脂肪的负担 还有加工肉中的盐含量通常很高 这可能导致体内液体猪瘤和高血压 高原饮食也与脂肪肝的恶化有关 4.油炸食品 油炸食品在制作时 有些商家为了口感和色泽 会添加反式脂肪酸、蓬松剂和色素等等 多吃会导致肝受损、肥胖和心血管问题等情况出现 还有多项研究显示 吃油炸食品一个月会引起肝脏明显变化 引发人体内酶的变化类似肝炎 5.精致淀粉 精致淀粉经过加工 去除了大部分纤维和营养物质 导致它们在消化过程中更快地转化为葡萄糖 使血糖水平迅速升高 高血糖水平可以增加胰岛素的释放 促使肝脏和成更多的脂肪 进一步加重脂肪肝 因此脂肪肝患者应限制精致淀粉的摄入 如白米饭、米粉、白面包、麻薯、面条、糖和面包、蛋糕、饼干这些烘培食物 相反 脂肪肝患者应该选择富含纤维的食物如 草麦、豆类、燕麦、糙米、全麦面包和各种蔬菜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哦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 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